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莊宇杰 歡迎收看今天的華視五間新聞 今天是二零二三年的第一天 在這裡也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不過今天上午大家有去追曙光嗎 其實很多景點都擠滿了好多人 只可惜今天各地的雲量都比較多 像是在南投的金龍山是迎來了曙光乍線 只露了一點點 但是在現場見證的民眾還是滿興奮的 而另外一頭在台東雖然說雨下個不停 可是很多的遊客興致不解 甚至還有情侶黨是趁著這個好日子 跟另外一半來求婚 也成為了元旦裡頭最耀眼的光 只要六點多出現第一道光束 大批民眾高舉手機搶拍 新年第一道希望的光 全台追曙光 但運氣大部分都沒有南投好 台東泰馬里兩千年之後 每年都被天氣影響沒看到 雖然曙光沒等到 卻有閃光出現 有職業軍人在眾人見證下求婚 寶寶 你嫁給我嗎 嫁給她 嫁給她 恭喜 第一次一起跨年 然後明年開始 我們也不會再是兩個人 我們會三個人一起 恭喜 情侶兩第一次一起跨年 還升格當媽媽 真的是新年裡最閃的一道光 不會 往南到墾丁 民眾也相當興奮 還有人是戴上未拆封的道具 要成就武士精神 地面上追曙光如果還不過癮 也能搭上飛機 在一萬英尺上空從天俯瞰 班丈光芒 從向棉花塘般的雲層裡透出 拳擊七十多個人一起完成新年願望 充滿朝氣引向陽光 華誌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教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誌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誌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